好了很多东西 你又告诉我 你又要走 还要我跟你一起走 我觉得 这是一个 不仅欺骗我 然后没有责任感 然后 也是很自私的一个 你跟他约定什么了 你们俩约定什么了 从一开始走的时候 暑假走了之后 我就跟他约好 每天吃平晚 刚开始还能做到 没多少天 每天就说 十分钟几分钟的话 有的时候 我在这边熬夜 因为有时差 我在这边晚上12点不睡觉 就为了等他 给我打一通视频 他叫我睡觉 他说没有什么 特别的事要跟我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我就觉得 那人又不在 然后话又没得聊 这个东西就 就让我每天 心情都很不好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也想见你 我也想跟你聊天 跟你分享我的喜怒爱乐 但是 你也知道出去读书 特别是这种 比较短的硕士 一年半时间 真的很忙 去年暑假的时候 我刻意疼了挺长一段时间 飞了半个地球 回来见你 但是 你还是不满意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 回来陪 回来见你了 你不能来 我就回来了呀 回来陪我 暑假 你们假期 我是知道的 有两个月吗 你陪了我几天 两周时间 像我们专业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实习的话 就会也没有办法 拿到一份好的工作 于是好不容易得到一份 暑假在纽约的实习 但是 在学期结束和实习开始之前 有两周时间 这两周时间 我一天都没有浪费 飞回来陪他了 可是他还是不满意 说回来陪我 就一个礼拜 是在一起的 那一个礼拜 我是怎么过的 你知道吗 每天就搬着手指头数 六天 还有三天 明天 你就要走了 每一天我都是在想 这 这个段干系 该怎么继续下去 毕竟心里 还是对他有感情的 所以就觉得 也没所谓啊 但是他回来 回去之后 就越来越不像话 本来不喝酒的一个人 去了美国之后 就开始每天晚上 都跑出去喝酒 跑出去聚会 并没有每天晚上 然后给你打电话 一次不接 两次不接 有一天晚上 是谁接的 你还记得吗 是我的一个女同事接的 他女同事接的电话 然后晚上还问我是谁 用那种很调侃的语气 说他俩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当时已经凌晨了 我算一下时间 他们那边已经凌晨了 然后说 问我是谁 事情是这样的 到我回美国之后 就立刻 就那边实习了 毕竟做金融这方面 从早很早就要上班 有时候忙到晚上 还要加班 可能很晚才能回去 不像在国内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 娱乐消遣活动 比如说KTV 打牌和桌游之类的 我们什么都没有 最多就去酒吧 泡泡泡而已 就每周也就 这一两次的机会 大家一起 也就大家都是同事 出去泡一下酒吧 喝点酒 闹一闹 那天晚上的确我喝多了 我睡着了 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然后我的一个同事 接起了电话 随便调侃 说了几句 因为他也喝多了 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的 不清不楚的关系 之后也跟他 很好的解释清楚 这件事情 可是他还是不相信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 女生已经不再信任男生了 对不对 信任危机了吧 但更不用说 他提我这件事情了 他自己呢 你看 他自己是 我又怎么了 艺术学院的 很多男生 颜值高 身材又好 其实很多时候 也是有男生 陪他一起出去吃饭和逛街 只不过 我不在而已 当然我不在的时候 会很心痛 我没有办法陪到你 但是你跟男生出去吃饭逛街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不能总是在国内 是一个人的状态吧 那朋友里面肯定有男有女啊 重点是我 一没有出去喝酒 二没有出去酒吧 我都是正常的活动呀 你有什么感情呢 我的问题是 如果男生留下来 你就一定跟他好 还是说 留下来 只代表 我接受我们恋爱 好不好 谈谈看 我觉得应该是 留下来看 如果真的 谈谈看 谈谈看吧 所以啊 所以男生心里会恐慌啊 留下来也只是个谈谈看 我怎么能留下来呢 我要强大自己 女生心里想 是啊 我去了以后 也是个谈谈看 我还得强大我自己呢 你们俩就在这叫上劲了 是吧 好了 听见了三句 女生对男生说 不能为我留下来吗 男生说 如果我没有好的工作 将来怎么养你 女生又说 天知道你将来好了 养的是我吗 我只听见了这三句 就这三句就足以证明 你们都其实各自心怀鬼胎 都不信任对方 这三句话 所透露出来的本意 无非是男生说 工作比你重要 这是前排词 女生说 你工作好了 成功了 你一定会使乱中气 你们彼此都这么不信任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 彼此都防着对方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 所以根本不是异地恋的问题 而是你们根本不愿意 为对方哪怕再付出那么一点 为对方哪怕再付出那么一点